今天受邀請來我來講的就是所謂open source的發展應用 那open source 這個其實我接觸了還算有一段時間了啦 那有一點點在這個open source的場合裡面都還有一點小小的迷氣 所以大家都還算跟大家交流過很多 所以我今天也想來談談什麼叫open source 然後或是什麼是open的一個概念 那所以今天我的標題就是所謂的開放力量 到底open有什麼樣的力量 可以帶給我們大家或是我們未來的一個很好的方向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Fred 中文名字是前鋒講的 那社群上的朋友都會叫我Fred 那如果你在Facebook上 如果你有加我好友 或者說你透過韓籍這樣的一個計畫知道我的話 你應該就會知道我的名字啦 那我也是一個open source developer 所以我就是非常喜歡寫軟體 雖然我念的是機械啦 但是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雖然我還是把它唸得差不多了 但是我覺得還是 我還是熱衷於寫軟體 那當然我做的工作 如果是我在創業的過程中 我還是會做軟硬體相關的整合的應用啊 的產品 那這相關都是我的專長和專業的 那當然啦 今年的一個新內容 就是一個韓籍國民機運動的發行人 那這個國民機的運動 其實一開始是要來做一支手機的 因為大家也知道最近的品牌 手機品牌特別的多 沒有聽過的也有啊 有聽過當然還是存在的 那好像每個人都可以來做手機一樣 這件事情讓我一直覺得很困擾 重點是他們都覺得 他們都對大家說的事是他們自己研發的 那我也做過手機啊 我也參與過手機的計畫 我跟很多客戶也是做手機的 甚至做各種的裝置的 為什麼我就覺得我好像做無數手機來了 所以為了這件事情 為了賭這口氣 我就決定了我要做三級國民機計畫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做這支手機 一起來做 用開放的一個社群 開放的一個角度來做這支手機 那之後我會稍微介紹一下這個韓籍 那今天主題我還是先回到所謂的開放 那當然啊 謝謝各位各位會收拾吧 我們先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叫資訊不對稱 那這個是一個 經濟學上的一個名詞 那簡單來講呢 它是個天氣上癮的戲 就是你會常常聽到什麼叫房價啊 為什麼我跟房仲買房子的時候 他跟我報的價 和他報給那個屋主的價格 永遠是不一樣的 他永遠比較高嘛 因為他知道我 我並不知道屋主到底有 需要賣多少錢 所以他覺得 他為了要賺這個中間錢 他一定會賣我一個價格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資訊不對稱 真正的實際的情況下 消費者其實並不知道 那保險其實是另外一個 其實資訊不對稱嘛 就是其實他反過來的 賣東西的賣保險的人 他反而不知道你 你心理 就是一般消費者他的心理在想什麼 假如今天你賣我醫療保險 我今天我生的重病 我一定給你保 那我可以拿你醫療保險 去付我的醫療費 付我的醫療費 保險公司一定不知道我到底身體有什麼病 假設我現在很年輕 他一定可以說我到底我身上有什麼病 所以他一定有很便宜的保費 然後 但是呢我一旦有事 我一定可以去 把它整個賺回來 這也就是資訊不對稱 對雙方來講 這種都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那當然還有一個醬油 就是前陣子所謂的滑溪醬油 也可以賣很高的醬油 還有所謂的麵包 那麼 那最有一點什麼胖達的 明明用的是一個香菌 可是他舒散天 可是你就是不知道 消費者就是不知道 那這個就是一個 資訊不對稱的一個情況 好 那他最嚴重的問題 會造成什麼問題 其實 大家會 最直接會想到 就是所謂的免布茶菌 因為總是有黑心商人 總是有暴力的人 暴力的人存在 那 當然可能會造成一些階級的問題 因為有錢了嘛 所以他可能會有一些 作為 或是有一些事情 你會覺得 喔 那開始的貧富差距啊 或是階級的落差 就越來越大了 那這是最嚴重的問題嗎 其實這並不是最嚴重的問題 那 最嚴重的問題呢 是 我們會失去 洗精英的機會 然後失去創新的機會 那 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洗精英的機會呢 那 其實 簡單來講 洗精英就是為了 就是不要進行結婚 就是一種 避免 就是要洗精英嘛 就是你希望可以跟不同種的人 去做結婚 或是反映下一代 或是說 可以透過這樣的不同種類的人 或是更多元的結合 更多不同基因的結合 你可以去產生 更優良的人種 更優良的 生物 那 你如果 你如果一開始 你就所謂資訊不對 就是你封閉在自己的環境 你永遠 保持你的資訊 在你自己的家裡 就是你覺得 我這些事情 別人不知道 就我知道 所以我要用這個 永續的賺這個錢 那 你永遠沒有機會 去 得到 這個資訊儀外的好處 你所擁有的資訊儀外的好處 也就是說 你現在就是 沒辦法拋棄你過去的一些包袱 那個就屬於你的包袱 雖然你可以 旗內 你可能可以裝作 但一旦 假設哪一天 真的有人爆料了 那你就賠死了 這也是一種情況 或是說 哪一天真的有新的產業出來了 你的產業就被憋根化了 那慢慢的 你就會走路到一個 一個末路 那 有什麼辦法可以透過這件事情 當然 最好的方法就是洗基因 那洗基因 當然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基因公開 你基因要跟人家做個結合 你才有辦法洗基因 你還可以翻譯下一代嗎 所以呢 一旦你進行結婚 一旦你只是保持這樣的話 你永遠慢慢的 在這個市場上 會慢慢的消失 會消退 或甚至你產生 下一代就是慢慢的一個 封閉的一個畸形 那 這個目的 為什麼會 資訊 資訊不對等 資訊不對等 最後造成的情況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在這邊 所以呢 其實很重要的 開放到底能改變什麼 從之前這些 所謂的資訊不對等 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 那其實 什麼叫開放的改變 就是這件事情 這是我剛才講的行經 就是 呃 那個 這個是大家很有名的 星爺這片 周庆祠的片子 什麼意思呢 他有一個皇帝 他背後有三千後宮家庭 但是這三千後宮家庭 你可以看他長的就是 爐花 爐花群 OK 那這什麼意思呢 他很痛苦 為什麼很痛苦 因為 他覺得這些記憶 不是他想要的 那 的確 你一開始 或許大家 我們一般人覺得 黃帝有很多的後宮 很多的美女 爵士美女在後面 那 他把持了這樣的一個環境 他有三千家庭在後面 等著他慢慢選 但是事實上呢 我們也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 為什麼會 這些人為什麼會被選進這些後宮裡面 他透過了關係 他透過了管道 他透過了各種不同的弊端 或是各種不同的方式 到後面裡面 所以才有可能會造成這樣的情況 那事實上 這個也是個 現在的產業的一個現況 就是 當你覺得你握有了 你鶴立基群了 你握有了一個關鍵點 別人沒辦法贏你的時候 你想用這個關鍵點 賺一輩子的錢 那 慢慢的 你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 你所得到的資訊的來源 或資訊的一些方式 或是製造的方式 永遠沒有辦法更進步 所以 你慢慢的 你所得到的一些 資源 或是一些 一些機會 慢慢越來越醜陋 或是越來越 沒有這麼競爭力 那當然之後 你就會很悲哀 因為你慢慢的 就覺得 這個你這樣 這個產業裡面 你是 沒辦法去 沒辦法在裡面 感受到快樂的 好 所以開放對很多的機械來說呢 其實就是 丟掉皇帝不做 所以像剛剛那個情況 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你不要當皇帝 你 你把皇帝的這個 這個位置 丟出來給別人做 你也可以離開後宮 你也可以離開剛剛 那樣子的可怕地方 但事實上不是 這也是大家害怕的 所以 他們寧可 覺得我還想當皇帝 所以我寧可去忍受 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只能這個樣子 對 那沒錯 這就是現在的一些 產業的現況 他們很怕開放 他們也知道 他們需要改變現在的現況 他們需要改變 他們現在社會的生態 讓他們有更多 創新突破的機會 更多發展的機會 但是 沒有 他們因為太害怕了 他們轉不掉一條路 所以他們寧可 忍受這樣的情況 OK 那 我們總問為 就是 丟要皇帝不做等於開放 是大家的認為 但是其實上並不是 事實上 如果你真的要做到 真的要做到開放的話 真正的一個好的做法 當然是 降低 入後宮的門檻 就是 你怎麼樣讓更多的人 或更多的 所謂的正妹啊 美女啊 或是這些 這些 也資質好的基因 能夠進到你的後宮 甚至是進到你所規範的一個地方 你是皇帝啊 地是你的 房子是你的 皇宮也是你的 全國都是你的 那 你所畫出來的一個領域 都是你的情況下 你怎麼樣去 讓更多的人能夠加入 你這個 所謂的你的市場 環境底下 那 這件事情呢 如果你要讓更多人加入 那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開放 那有更多的基因 更多無藥基因進來 在裡面做交換 那 你才能慢慢脫離剛剛那樣的困境 嘛 開始會有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 有機會進來 不會受到一些 過去的一些包袱 所以 你留下來的 就只能是那樣不好的基因 OK 那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呢 除了讓人家進來之外 有一個方法還是你走出去 你可以去 出皇宮啊 去做自由戀愛啊 你可以找到你順眼的 順眼的人啊 然後你可以去追求他啊 或者跟他在一起 再來就是自由戀愛 你可以選擇一個 你喜歡 你愛的基因 OK 所以 總而言之 開放對於高帥富而言 是很有利的 因為你絕對有優勢的資源 制度你建立的 產地是你擁有的 環境也是你創造的 全部都是你的 那 對你而言 開放當然更有利啊 因為你可以更容易可以得到 你想要的一些有利的基因 或是更有利的一些機會 那 所以為什麼他們不開放呢 那這個就是 一般企業比較 難去體會 因為 體系會覺得 你要我開放 你是要我的腦袋 你要我的專利開放 你要我的什麼什麼開放啊 就等於是 你要把我競爭力消去 所以最近其實很難 蕙雄剛剛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也討論一個意義 就是很 最近比較大的新聞 就是特斯拉的這個案例 所以電動車的案例 他把所有的專利都開放 他並不是放棄專利 他只是說 我不會跟你要一些專利的費用 我其實目的就是 要讓大家能夠用我的專利 用我所專利 研發的技術 去做更多的電動車 我希望大家把電動車的市場做起來 而不是只有我家做電動車 我做完了 還是 一家小公司 還是沒有太多人會 有我這個 沒有太多市場 沒有太多人會來跟我買 可是一旦大家都做了 那電動車市場起來了 在裡面就會有一席之地 那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利用開放的方式 去擴展這樣子 一個marketing的一個方式 所以對於 你真的是建立這個制度 你擁有 你擁有這個技術 你擁有這個 這些想法的人 開放對你來講 才是你 站穩腳步 或長久經營的一個方式 所以當然 所謂的高賽復就是 前陣子也很 前幾年 過這一次也很 很流行的 偷拍事件 這就是高賽復的一個 一個例子 那 到底還有什麼樣的開放的例子 那其實呢 開放的例子有很多很多 包含最近 就是瀏覽器的一個戰爭 就是瀏覽器 其實現在也沒什麼戰爭 現在已經幾乎快被 微軟快被打敗了 那 當初呢 就是90年代的時候 微軟把 瀏覽器 併大 它在注意系統同時發行 作為壟斷市場 一個鬧得 沸沸揚揚 那 那時候 你只要 你只要是上網 大概8950 9X9以上 都是用 IE的軟體 那 那個時候呢 當然 如果都是統一的 壓力軟體 當然也是OK 沒有什麼問題 問題是 安全性的問題 微軟體是並不管 所以造成 因為它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 造成 使用者拿到的東西 品質 逐漸低落 就是 我用有軟體 我很容易中毒 所以我別裝防軟體 可是 裝防軟體 結果呢 就是讓電腦速度更慢 然後電腦更不好用 最後呢 這種情況下 會造成很多的 使用者 困擾 那 瀏覽器呢 當初也不洗 沒有辦法 因為其他瀏覽器做不起 因為基本上 大部分 9X9的東西 就是由 IE做卡掌控 所以 IE說 這個規格怎麼制定 這個規格就該怎麼制定 你寫網頁 也不適應那規格 在IE上面跑出來 就亂了 不好意思 客戶就不接受了 那這種情況下 沒有辦法 IE就是唯一的 唯一的 唯一的 規格和標準 那 如果 這種情況一直給予 不會亂掌控下來了 那 到現在 大家還在用一個 很容易中毒的電腦 很容易中毒的Windows 很容易中毒的瀏覽器 而且它不會改進 那 必須要有競爭 兩線競爭 還有 那開放 那當初開放的話 的一個策略就是 Apple它就產生了一個開放的策略 包含了 File Fox 開放的策略 File Fox 那當初被IE幹掉以後 就 醫學不正 他說沒辦法 我把它開放好了 我讓大家一起經營這個 叫做機械市場 那 所以到今天 你會看到 其實 File Fox 加上 所謂的 Quong Safari 還有Opera Opera最近也改成 跟Quong和Safari 同樣的引擎 那 他們其實 整體加起來的數字 其實就是 完全就是超過 IE 甚至在手機的裡面 IE跟我們就是 排不上榜 就 不要說排不上榜 因為其實也才 沒幾家電器而已 基本上這個是可憐 你可以完全忽略它 不記得 這個就是一個 開放策略的一個成功 那 Apple當初就是在 在當初就 因為它 它有自己的追系統 它也不可能每次都是 八成IE不放 就行為 亂追一個 Mac版的IE 所以他們就開始 就開始投資的時候 也是用 流氓器的一些引擎的技術 那 當初呢 它就投資了這個引擎的技術 當初因為 也沒辦法跟IE 很好地做相容 所以 沒辦法 還是 那個 占領率絕對不可以打得到IE 所以他們就慢慢做 慢慢做 慢慢的 慢慢的 那個部分加入了 那 開始慢慢的有這些 這些東西 慢慢的 慢慢越做越厲害 然後慢慢的越做改進 安全性的部分 也慢慢勝過IE 那 慢慢就 一點點的吃掉 所謂的 IE的市場 那 Google 加上 加上 Apple 就是Google走前 就是網站 從網站 使用者著手 Apple從作業系統著手 從機器上面著手 那 慢慢的就把這個IE市場 就慢慢的 吞併掉了 那時候吞併的數量 還不是非常的多 那 Firefox在裡面其實也扮演這個角色 那 因為他們是開放的 他們更 跟大家跑來關於一個一起制定標準 或是一起討論的空間 所以 所謂的開放的一個Protocode 就是大家可以遵從某一個規格去做 瀏覽器的一些制定 一些規格規範的制定 那慢慢就會脫離一個 欸 微軟說什麼就是什麼的一個局面 那直到後來 手機的理由一出來 大家第一個想到 我不想不會去用微軟 因為他怕微軟的東西 同樣的一個問題又 微軟的IE問題又 同樣放在手機上面 也放在很多問題 也放在手機上面 所以他們就後來 手機的出現 Android的出現 iOS的出現 所謂的 他們叫WebKey WebKey就是Safari和 控底下的引擎 他們的WebKey陣營出現以後 就完全的把IE給打翻掉 那他們所謂的開放呢 其實開放的包含就是 除了程式碼的開放之外 甚至也有可能是 合作上面的開放 規範上的討論的開放 或是各方面官面上的開放 那 他到底程式碼有沒有開放完 其實不一定 其實有些地方 其實沒有程式碼開放的 但是他們基本上 會保持這樣子一個開放的態度 跟各家的 做一個 其實不是算真的合作 因為他們並沒有真的去簽約 但是他們利用一個社群的力量 所以我們一起支援這個社群 這個社群的標準 這個東西建立出來 然後產生這樣的一個力量 然後去反共 所謂的流氧器試堂 所以到今天呢 可能 沒辦法台灣 台灣的那個 政府 還是喜歡有I-16 到今年還是喜歡有I-16 明明那個XP都已經不維護他 還要搞I-16 那 但是 扣掉那一塊來講 其實基本上已經大獲全盛了 那個I-E基本上已經慢慢的變變化了 那 更早呢 其實Apple 懂了這個策略之前 更早 你可以講到個人電腦的時代 個人電腦時代 當然Apple也是獨領風騷 他就是出來的一個Apple 就是 人家什麼都想買一台 或是什麼 覺得很炫很棒 覺得未來到了 但是呢 後來人家就是 被微軟 IBM Intel 什麼推翻 整個就是打扮了 那當初也是 戰略率非常強 非常大的 一瞬間就被推翻了 那這個就是IBM的策略 它也是什麼IBM策略 所以Apple其實經激過這樣的痛苦 被開放策略 解決掉過 它是封閉第一名 大家都認同 它是封閉 產業裡面的第一名 最會封閉的 最會搞封閉的 那它也被開放的策略這樣子 解決掉 那當初是怎麼樣 那如果大家有去讀一些 經歷過這個年代 其實大家就知道了 就是IBM把這個架構 個人電腦的一個架構 設計出來以後 縱使它這個架構的規格 不是說非常的好 對很多 以當時的技術來講 不是說非常的好 但是這個東西 讓大家有參與的空間 這個就相當於現在的 所謂的 Open Community 開放的一個社群 台灣電腦廠商 每一家做硬體的 或每一家工廠 都有機會可以做一個零件 做一個東西 來使用在個人電腦上面 你可以替換 你可以去生產 你想要的一個特殊的功能 特殊的規格 或是你覺得哪裡不好 你可以做改進 所以呢 慢慢來就有所謂 DIY的市場 慢慢來就是 因為個人電腦 你可以自己組裝 你可以組裝自己喜歡的 開始玩遊戲 你覺得這邊速度不夠快 我影響卡要加強 我RAM不夠大 我可以加大我RAM 我什麼不夠好 我就可以加大我什麼東西 甚至我 開始就有人拿來做 KTV點隔系統 或是 就所謂自動化控制這塊 那我可以拿來做特定用途 一個Product 那個人電腦 就不再只是 一個像Apple圖 這樣的一個玩具 就是一些簡單的程式 特定的人 可以玩 那人們就可以開始 對這電腦很多的遐向 或創造出很多不同的應用 那 那 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冒漫裡也走得不到 持不棄啊 就最近往路啊 所以 開放的策略 最大獲益 其實當年最大獲益是台灣嘛 台灣因為這件事情 被號成為電腦 電腦玩火 就是 他把這開放策略以後 生產製造和設計 很多東西都會放到台灣 那 他把這開放策略 第二個獲益 再來獲益最大的 就是 就是 Intel 還有微軟 那他們呢 就是因為這開放策略 所以造成他們 把整個戰略益 就一起的 馬屋 圍起來 吃下來 慢慢Apple就會被 就 應該說被 邊緣 市場就被邊緣化了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個 開放策略的成功 所以 Apple經歷過這個痛苦 這也是為什麼他在 微軟器 他反過來經營 他用同樣的方式 對抗微軟 微軟因為 得到這個利益 他不知道當初他怎麼贏 他其實知道他當初怎麼贏 但他慢慢忘記這件事情 所以 他慢慢呢 就也被 同樣的方式拿來做一個 反撲 好 所以 Apple呢到現在其實 一直都在支援 很多的open source 社群 甚至他裡面用的一些 很多的工具 很多的元件 其實就是open source社群 做出來 或者他支援他們 不管是贊助的方式 還是投入的方式 一起把它做出來以後 所 所延伸出來的一些東西 包含他最近最有 最有 最有的就是在 他的發表會上面 他也講了 他推出一個什麼 新的 新的語言 其實呢 他現在的語言 他說用了一些技術 那些技術其實就是open source的技術 那 這也是代表他背後 其實都是在廠商在經營 所以為什麼 現在很多的開發者 很多軟體軟體的 慢慢的用 我覺得我也不要用Windows 我也不要用電信 我開始用Apple 因為我覺得 那些工具 隨便開放的工具 我Apple上面的社群系統 我都可以用了 我為什麼要去 特別要微軟啊 特別用一些電信 反而他如果有開發 他Apple有改進一些東西 又有開放的東西 那我當然去接近Apple 進了 他就把這個市場去吃下來 那當然還有 當然還有他們所謂設計的那一塊 那設計的那一塊就不用講了 因為 那一塊是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他其實還有很多正在開放的 就是像剛剛講的Arduino Arduino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 以前你要學8051 你要焊電路管 你要知道每一個元件 該它什麼 要不要它電容 還是你要它這個 這種 用各種元件 上去以後 最重要的是它會燒啊 我以前 我也是學效果機械 我就是 每天上的時間是 不是為了什麼 就是因為它一直燒 就找不出那個電路管 到底哪有問題 有可能是我手霧 但是它就是一直燒 所以這種方式 到我們開發硬體 或開發產品是非常困難的 那Arduino出來解決這個事情 什麼都模組化 就有點像當初的PC 你會想想看 當初的PC是不是可以插一插 我們就可以有一些特殊的功能 對 它在模組上插一插 你就可以得到影響的功能 只要你找不到模組 然後模組到那個規範去設計 你就可以買到現成的 甚至你可以自己做一個模組 在 就在上面去實行 那這個就是一個開放的應用 所以開放通常會伴隨的就是 第一個伴隨的就是所謂DIY的市場 你可以 得到很多人來關注你 甚至開始投入在你這樣東西上面開發 所以你的市場當然就會越來越大 那再來呢就是你有這樣市場以後 開始有人會做出一些產品 在你的技術上做出一些產品 那這些產品可能會量產 可能會有不同的應用 所以量子會越來越大 你的開放的好處就是你的量會越來越大 那再來當然大家比較熟悉的可能就是 Linux 其實就是Android Android其實前面也講過了 就佔有率就非常的大 因為它是開放的 大家每一家市場都非常的用 所以整體加起來的佔有率是超過 Android或是這樣的封閉市場 所以這也是給廠商最後沒有辦法的一個 對就是合衆原本的方式 去對付一個可能不懂不關市場的對手 好 那再來就是我今天還要談到的就是 就是我這個國民機計畫 我就是希望來做這支手機 用開放的方式去做一支大家都認同的手機 因為我做這支手機沒有辦法滿足所有的user 但是我可以讓大家參與這支手機 用開放的概念去參與這支手機 你可以想像你這支手機 對你有什麼用途 你會希望這支手機是什麼樣子的 每一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沒辦法滿足你們所有 但是你們可以滿足你們自己 所以呢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東西就是 我希望這支手機的一個平台讓大家都可以來參與 就是我可以設計很多工具 讓大家可以來有機會開放手機 對啊其實韓籍為什麼會選韓籍 其實當初就是因為覺得 大家都號稱它是台灣的自創手機品牌 那為什麼我也不能做一個國民機呢 那國民機我就要取一個韓籍 韓籍是台語的番組 為什麼不能做一個韓籍呢 所以我就取一個韓籍 所以你的名字是這樣來的 那目的呢其實叫做一個Open Community 然後一個Open Ecosystem 就是一個 有點像一個 軟硬體的一個產業鏈 它有一個平台 互相交流的一個平台 然後你可以再用上面用這邊的工具 這邊的資源去做出你的一支手機 好 那其中有個計畫呢 那就是 我有另外一個圖案是O1X O1X O1X是綠銅嗎 其實也是台灣某種族群的象徵 那為什麼Next Next就是跟博士致敬嗎 就是他之前有一個 他在之前被寄出Apple的時候 有成一家公司叫做Next 那Next就是做一個最先進的作業系統 現在的Apple上面的 IOS上面的介面和系統 基本上就是Next 以繼承Next而來 所以他們Apple馬 Next買國以來以後 用它當作的基礎去開發現在的作業系統 那他在UI上面是非常的先進的 所以我們就以他當一個 我就 向他致敬 我們也取了一個project 叫做O1Next 那目的就是為了要做一個 UI 手機的UI 這個計畫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計畫 可以讓 不懂寫程式的 你也可以有機會去開發手機UI 不管你手機UI 電視的UI 穿戴式裝置的UI 只要有顯示器 顯示螢幕 Display 你都可以開發他們的UI 那這重要的是 我不希望大家會 一定要寫程式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傳統的 做這件事情的人 都必須要有 具備有寫程式的能力 甚至高升寫程式的基礎 那我希望設計師 真的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也 我們從這個講座去想 就是我們希望開發這樣的工具 提供給 這樣開放出來提供給所有的 想要做這件事情的人 來使用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精神 我們用這種不同的 就是產業的思維 就是我可以做很多 我做很多的 的產品 我做一個產品 出貨了 生下不敢問的事了 社後不理 我就不管了 我想下一個產品 所以User實活 不是他不care的 反正砸錢 我做下一個產品就好 這是廠商的想法 那我們希望通過 通過open community 這樣的想法 再重新想一下這個產業 缺了什麼東西 有什麼產業 那工具其實就是其中的一種 一個例子 我現在建立了這樣的工具 讓所有人都可以參與 做手機這件事情 而不是只有手機廠商 自己養了一百個人 一千個人 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養了 做出一個產品 搞不好賣不如預期 那這個是相當就是很痛苦 那這也是為什麼會碰到很多瓶頸的關係 那當大家都會很 都可以來參與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這個產業就會公佈 這產業的產業店也會公佈 那如果大家都 這個產業店在台灣 那大家就大量 就來台灣做手機 做裝置 做各種不同的應用 那所以我們希望真正 建立的其實不只是手機 而是我們希望 不再能把他的idea 你有任何的裝置 你有任何的想法 你都會來任何的一個 一個概念 你可以藉由我們這樣的一個平台 和社群 甚至我們提供一個技術的平台 你可以來參與 然後來到台灣 如果是這樣 這個才是一個 我們必須運動 真正想要達到的事情 那我這邊可以大家看一下 一段影片 就是說剛剛講的UI 那段影片 那這邊這個UI 如果你不會寫的事情 能做到什麼程度呢 其實你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那目前來講 這個東西其實你是不用太去 不用太去寫任何一樣的 邏輯上的一個程式 你就可以達到這樣的功能 那基本上你只是要 欸我一個我 設計師嘛 我只要畫畫這張圖 那你不是設計師 你去找找一張圖 那OK 那你接下來就畫畫內套 你要說 你就是 有點像 網頁那樣的方式 你畫畫內套 欸我希望 這邊擺一些iPad 擺一些圖式啊 擺一些圖式啊 那我希望擺成什麼樣子 大概長什麼樣子 然後背景它設定 你就可以做出一個 簡單的手機面 那 你不用任何的 會任何的程式嘛 你只需要 有 UI排版的概念 然後有Sense 甚至我們學會我們的工具 怎麼使用 可以檢查出這件事情 OK OK 下 那當然啊 就是看起來 這個很養瘦 那又沒什麼 你會覺得啊 那就是 怎麼做都一樣啊 沒什麼感覺喔 那如果你要學習更厲害 更稍微厲害一點點的 再多學一點點我們提供的工程 你可以把3D引入 你也不用太會寫成 是因為柔主化 你要說 欸我要引入這個效果 它就會很流動 它就冒煙 然後它開始在真喊 然後它開始在真主要動 所以 你要看它裡面大概 對 那這個其實就是3D技術嘛 那最實質一般來講 你不會寫很多 演藝會寫成字 人家寫出來 很困難 那 那 你更何況一般的設計師 所以 我們希望你解決一個問題 設計師不要以後說 欸我要做這個特效 然後 工程師會講說 這特效不行了 做不到啦 你不要改掉好了啦 這個其實大家最常中間的問題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有辦法改變這個現狀 或者說我們能夠 讓大家 設計師更能去做一個 一個好的UI 或者好的一個介面 可以使用的介面 那 如果可以 那 這個平台的這個工具 基本上就是 我覺得就是一個 很成功的一個反應 那當然 我這個 最重要的設計師 設計出來這些東西 那我 也不用 學會其他的技術 可以設計完 就可以直接在手機上使用 所以這個其實在我手機上 是安裝的 就是 就是 我有嘗試在 用自己設計的 用這個工具設計的 一些簡單的介面 那 這是 也不用寫很多程式 基本上 不用寫程式 就可以拿到這樣的功能 所以 所以 其實事情非常多 除了這手機之外 就是從有時 手機開始衍生了 很多很多的 一個 一些一些 我們手機 概念衍生出來 很多東西 所以 我們並不把它只是 定位成手機 而是定位成無名機 就是 除了手機之外 任何的裝置 任何的硬體 任何的可以 你也想到的應用 其實都可以透過這個平台來達成 這是我們最終的 終極的目標 而且我們會朝這個目標 把平台 所謂的 討論平台 開放平台 技術上的平台 然後落實 進一步 當你真的要 東西做出來 一個圓形 Protite的時候 你想量產 我們可以跟台灣的產業 或是跟 所謂的台灣國內 一些產業 做一個結合 你可以送去 這其實像洪漢的 KipRio 或是最近 TMI 一些 一些計畫 幫助你量產 一些產業的計畫 你可以跟它做一個很好的 結軌和結合 所以 所以呢 所以開放到底包含哪些東西 其實包含一些分享 真正的資源交換 還有熱情 這重要是熱情還是熱情感 有開放也有熱情 熱情感 你就會做著好的產品 更多的產品 然後讓大家來參與 那你市場交易是很變大 那開放對方的好處呢 就有更多的選擇 更多的機會 更多的可能性 企業的好處就是 你是1.0以上 你可以戰略卡位 我今天推1.0 明天推2.0 後天推3.0 你現在會想像 第一天追我1.0 第二天追我2.0 第二天追我3.0 那這個是比較邪惡的做法 那但是它基本上是有個好處 你是技術領先者 那對這個好處當然就是 你可以讓user得到更好的一個 一個產品 更好的一個東西 那最重要的是呢 就是 你可以恐怖現在是 你現在有的生態 有的產業 那你記不記得 你上次社會圖書館 你早知道什麼之後 那記不記得 最後沒有網路 沒有開放社群的時候 你是準備去找資料 去累積去驗證 你什麼東西的 你心通的想法的 那你花多少的精力 在討好知識 用我的身上 現在這個都沒有得過問題的 你有網路 現在你學習 你在學校高中所學的 國中所學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都是 都是 一百年前 可能大家來講 是沒有機會學到的 可是你現在學到的 你可以用它 利用它來做很多事情 你現在可以 你可以做到很多 一百年前 別人都把它當天才的事情 那為什麼 因為知識開放 所以啊 就是我們不要讓封閉的思維 來效果 創新的熱情 我們可以用這種想法 去做眼前的每件事情 那這個就是創新 真的開放最大的好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